像台灣它這樣騙的 前台灣南北太多了 也就是說排起來它是很某的 很小的 剩小的小腳的就對了 所以當商品推陳出新 這出來是丟丟小腳 小腳就騙三千嗎 那如果大腳還得了 但是這個騙的道有它的道理 它有什麼道理呢 它有一套 我們先來看 我們從第一步 你剛剛講為什麼它要裝監視器 對 對不對 其實監視器是去觀察來的人 他到底是來踢管的 這個是算命的第一道先篩選 對 就是說它是神請末路 也就是說你到裡面之間 我就要決定用什麼對策對理 是 所以那個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如果有不還好意 它可以馬上避免 那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假龍王呢 剛剛我們聽說 他告訴他的信眾說 我是從泰國去學這個技術 為什麼要特別去 去把它跟泰國做連結 還又是龍王這樣子 現在簡單的說 泰國在台灣的宗教 有四大商品是很夯的 哪四大商品 請問四面佛在台北市 喔花 三個半佰 又更暗也是人身鼎沸 對不對 對 再來 不是有一陣子是古曼童 現在養小鬼嗎 喔 現在這些沒有了 火牌 下下球連大陸都有 是 就是第二個 對不對 那還有呢 第三個 那更有名就是白龍王啊 喔白龍王這個信眾多囉 這個亞洲的華人 每一個 連那個電影要賣座都要去找他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你講到白龍王我聯想起來了 他故意說他也是從一個龍王加批的 故意打這個擦邊球 讓大家就聯想 喔白龍王白龍王泰國 對 這樣行